看到大家口淡淡 我買了一些和牛烤肉回來 很久沒吃過和牛 今天的底線點在哪裡 沒理由我在這裡挑戰自己的底線 不如我反過來 我那一刻想像我在這裡很想吃的東西 然後挑戰觀眾的底線 對 我已經說了這些 你說… 那一刻我很想吃的宵夜 因為我是晚上在想煮什麼 我那一刻很想吃的就是乾炒牛河 然後… 底線就是用雪藏最頑皮的牛 不會, 一定不會 規待自己 不應該 是 你們倆是很好的拍檔 我怎麼會這麼規待你們 對 不會的 如果不是吃東西在上面 在拍攝上面 你們的底線設定得高嗎 一個人出於善意 覺得你的身材非常好 希望你在拍攝中的工作上 可以把你的身材更好那方面 分享給普羅大眾的觀眾 這個時候, 你的底線可以去哪裡 也看了很多東西 例如劇情是否有需要 你只會看劇本 甚麼為之?沒有需要 不, 那你看誰拍的 你會看他拍的… 即是你安排,可以嗎 是嗎?可以 你覺得你撈是沒問題的嗎 看看撈到哪裡 撈光了 撈就是撈的, 不能撈到哪裡 就是馬上康圍的角色 那當然要做吧 你就是要這樣做… 你做… 就是要這樣撈 那我會這樣做 你會做嗎 我想我會 你會拍攝梁朝偉的角色嗎 不行 20年、30年難得一遇 這個世界有很多劇本 我自己也傳得過 在舞台劇中 我覺得是劇情真的有需要 因為他不是在賣弄色情的東西 他是要說… 正在討伐身體 不是交流電視 他是在說那一刻 我的角色是要把自己的自尊 放到最低,討好一個人 所以他要把他全都除掉 而且在舞台上 你會有那種震撼 那角色就是要這樣 而我覺得是值得的 在這種情況,我還可以 所以其實還是看劇本 對… 真心 你看劇本是否做 猜猜吧 我可以的 可能 對,所以我剛才提到誰拍攝 因為他是否賣弄色情 還有他有藝術感 拍攝出來的那件事 我全都可以拍攝到巢皮 然後又不漂亮 不,其實有意思嗎 那件事有意思嗎 是否真的要去到這樣 但我在說色情是其中一個… 即使不是色情 裸露是其中一個議題 但另一個議題令我探討這件事 即是何謂專業 即是裸體 其實也是專業的一種 對… 但另一個專業就是… 你會否願意 我曾經聽過一個朋友說過 當時他拍劇 他會怎樣 他會拍打電影 譬如我和你,要拍一場打電影 當時在38度 我穿毛毛羽絨衣 你是穿皮褲、皮褲 其實我的角色是說甚麼 就像臉皮褲一樣,互相轉換 當打完那場打電影後 我要作為你的角色 你要作為我的角色 再打一次 好,那換衣服吧 不好意思,服裝只有一套 濕納納納納 這個時候,我朋友當然決定 那也沒辦法 因為你說衣服只有一套 那便脫下來,然後大家換 再打一次 這刻我覺得真的敬業牛頁 我認為這是極度不專業的情況下 顯現兩位演員的專業 但有否有底線 你們覺得也接受不到 我最近發生了一件事 我覺得完全觸碰我的底線 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 我看得挺重要的,經驗駕業 譬如我們當演員 我們很喜歡做 是 你做這件事,要尊重這個行業 沒錯 而且要尊重你自己所做的事 你別拿牛攤 我先做些東西給你吃 對… 別生氣 降火… 其實這件事已經降了 降火 嘗嘗這個和牛板剛炒牛麵 馬上用ViuTV應用程式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任你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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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